几个月前 袁阿姨和汤博士在网上偶然看到一条领养小狗的帖子 袁主人因生活发生变故 无法继续照顾这只小狗 急切的希望能为它找到一个新家 正值袁阿姨的两个孩子即将上大学 家里只剩一只年老的猫 袁阿姨心想 养只狗不仅能为家里增添生气 还能给猫咪作伴 于是他和汤博士决定去见见这只小狗 来到袁主人家门口时 女儿第一个看到小狗 兴奋地说它好可爱 然而袁阿姨注意到 眼前的小狗与网上的照片略有不同 它的毛被剔得很短 瘦小的几乎可以消失在人的怀里 小狗小心翼翼地走到他们面前 眼神中既有害怕 又有些许期待 袁阿姨心中顿时生出一种怜悯 仿佛自己肩负着这只小狗的命运 女儿轻轻抱起小狗 对妈妈说它是一只马尔祭司犬 我觉得它跟我们有缘 带它回家吧 袁阿姨转身征询汤博士的意见 虽然汤博士一开始不太支持养狗 但见到小狗的样子后 它也改变了主意 它看起来挺不错的 我们带它回去试试看吧 回到家后 袁阿姨给小狗取名为皮修 寓意着吉祥与富贵 然而 生活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么顺利 皮修的到来打破了家里的宁静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皮修的问题可真不少 每次遛狗时 它总是挑衅比它大的狗 见到路人就不停狂吠 常常让邻居们不满 它的大小便问题更是让人头疼 根本学不会定点排便 家里到处都是它的杰作 更糟糕的是 皮修非常挑食 只吃鸡肉 对任何狗粮都吃着一笔 它还总是追着家里的老猫跑 弄得猫咪整日躲藏 家里鸡飞狗跳 唐博士多次尝试训练皮修 但效果甚微 随着两个孩子去上大学 照顾皮修的重任 落在了袁阿姨的肩上 每天 袁阿姨和唐博士 讨论最多的话题 就是如何处理这只调皮的小狗 虽然皮修给家庭带来了不少麻烦 但它偶尔流露出的可爱和聪明 仍然让袁阿姨心软 它时常在静下来的时候 乖乖地依偎在袁阿姨身边 眼神中带着一种无声的依赖和温柔 有一天晚上 皮修像往常一样 蜷缩在袁阿姨的怀里 忽然 她抬起头 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 我是天狗 因行为不端 被贬下凡间 我的任务是在人间学习 无条件的爱与责任 只有完成了这个使命 我才能重返天庭 袁阿姨惊恶不已 完全无法相信这只小狗竟然会说话 皮修说完便重新安静地躺下 仿佛一切没有发生过 从那天起 袁阿姨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皮修 她不再只是训斥她的坏习惯 而是用更多的爱和耐心去引导她 每当皮修表现出好的行为时 袁阿姨都会鼓励她 而当她犯错时 袁阿姨也不再苛责 渐渐地 皮修开始改变 她不再追逐家里的老毛 也在公园里学会了与其他狗友好相处 她变得温顺 开始懂得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一切 袁阿姨感到 皮修真的在努力学习那些 她之前不理解的情感 一天 袁阿姨带着皮修在公园散步 遇到了一位年迈的老人 她怀里抱着一只老年的金毛犬 皮修出奇地没有吠叫 而是安静地走近他们 老人微笑着 轻声对袁阿姨说 你的骨很特别 袁阿姨愣了一下 问道 您怎么看出来的 老人缓缓说道 她是一只天狗 她下凡的使命是学习爱与责任 等她真正懂得了这些 她便能回到天庭 袁阿姨听了 心中感到震撼 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要用爱 帮助皮修完成使命的决心 不久后 袁阿姨的女儿放假回家了 看到皮之后惊讶不已 妈妈 皮修怎么变得这么乖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她是以前那个捣乱的小恶魔 女儿还告诉袁阿姨 她的朋友即将举办婚礼 想邀请皮修作为特别嘉宾出席 婚礼那天 皮修表现得非常得体 在热闹的人群和音乐中保持了出奇的平静 就在新郎新娘交换誓言的关键时刻 一只眼猫突然闯入现场 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所有人都以为皮修会追逐那只猫 然而皮修却温和地走到猫的旁边 用眼神和轻柔的姿态引导猫离开了会场 那一刻 云阿姨看着皮修 心中充满了骄傲 她知道皮修正在完成她的使命 几天后 皮修衣就像往常一样安静地躺在云阿姨的怀里 她抬起头 温柔地说 谢谢你教会了我什么事爱与责任 我现在完成了我的使命 未来的某一天 我会重返天庭 恢复我的身份 听到这些话 云阿姨心中五味杂沉 却没有感到一丝悲伤 皮修继续依偎在她怀里 享受着此刻的温暖与安宁 尽管她知道有一天皮修会离开 但她也明白 这只小狗带来的爱与回忆将永远留在她的心中 云阿姨轻轻抚摸着皮修的背 心里清楚 不管未来如何 皮修已经成为了家庭的一部分 即使她有一天重返天庭 这份爱和牵挂将永远长存 我们下期待会有点赞 继续依偿